我们都知道今天民进党内在处传出第二起的性骚扰案件 而加害人正是当年赖清德所力挺的前青年部主任蔡慕林 正是因为赖清德你的放纵与重用 证明你的民进党价值与社会格格不入 我们就想问一下赖清德 你这次难道要选择迁起共犯的时候再一次转身离开吗 而我们也都知道蔡慕林昨天悄悄地从劳动部离职 难道赖清德你真的可以内神通外鬼 难怪这些加害者可以有恃无恐